去打队长后呢 就有可能能把下方队伍拉下水 那但是想赢这把还是很困的 因为这个下方队伍有功能 每个阁的压力太大了 打功能嘛 如果能把功能真的击杀 那么赢这把翻盘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但是啊 后面有个但是啊 因为但是你最爱赢了这把 那你后续比赛你也很难 你也很难受啊 因为那个你只有四个人了 这才第一轮啊 第一轮的战斗啊 那没想到这个第一轮的战斗会如此的精彩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大牌选手比较多 哇塞 那这样的话 这个很困难了 想赢已经非常困难了 因为这个 这波这个功能打的有点门 虽然上方是立马救回了所有的宠物啊 但是这回合下方队伍就开始 单点 控制你的人物 然后再配合这个 工人的一波攻击啊 再度将八千多直接击飞 现在上方队伍已经没有办法给下方造成很大的压力了 血量成片的压力是不会再出现了 只能是单点 这波的话算是玩命集火了 因为这个连门门都上场了 但是非常可惜啊 依旧没有获得什么斩获 那么这个工人的这波射击啊 也是打得非常的凶悍 上方选择 明智选择逃跑 好的 我们恭喜刚才的这个下方队伍啊 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啊 马上这个第二轮比赛就开始 好 第二轮比赛啊 我们就来看这两个队伍吧 选支队啊 这个队伍可是一位非常强力的选手啊 这个选手选手是著名的1v1选手啊 著名的3v3选手 同时也是著名的5v5选手 可以说这次选支队在这轮比赛当中啊 第三轮还没拿到门票 这是让我出乎意料的 正算来说 你这个像这样的选手 第一轮就有可能直接晋级 那么但是这次比赛当中啊 第三轮还没晋级啊 这是让我完全出乎意料的 他对阵的这位选手的话 是英文字幕选手啊 这位选手的话 这个呃背后是谁 还真不一定 还真不清楚啊 这个呃 啊有消息说啊 有消息说 有小伙伴说啊 这个背后是大头鱼选手啊 大头鱼选手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队伍来这个参赛呢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大头鱼队伍来参赛呢 大头鱼选手的话 也是一位非常强力的选手 选之队遇到了大头鱼选手 这可以说是 那些速敌之战啊 这个 嗯 因为这个大头鱼选手 他也是一位非常强力的 1v1选手 非常彪悍的 3v3选手啊 以及 非常给力的 5v5选手啊 这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选手 虽然他的夺冠 5v5当中 他的 他的这个 如果说有一个强 强弱排行榜的话 那么其实最强的5v5选手啊 在我心目当中有 好几位啊 其中一位就是这个炫之队 另外一位的话 5v5当中 我觉得 呃 有一个队伍叫什么来着 啊 有一个队伍叫做 龙横是吧 叫做龙横啊 呃 四个字的啊 这个呃 什么龙横啊 这这这个队伍啊 也是非常厉害的 一支一个队伍 那 那么现在 但是我一会儿办法 记不清了啊 那位选手 这次5v5好像没有参赛啊 但是那位选手在国外啊 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多 颠倒视差也比较麻烦啊 所以这次就没有参赛 不知道他最后一轮会不会来啊 但是他前三轮都没有来 而大头一选手的话 这位选手是主要偏向于1v1啊 我个人感觉从我感官上是偏向于1v1 但是他在5v5当中啊 嗯